元宵节过后就是清明扫墓的时节 今年配合防疫政策 吉安乡的池云山改用分流济世的方式 建议民众错开扫墓祭拜的时间 同时从即日起到4月4号 池云山、淮恩堂、纳谷塔 上午8点到5点是开放祭拜 中午时间不打烊 希望民众能够分流济组 更要求全城戴口罩 慎中追远是国人重要传统 每逢清明、中原祭祖都会涌入大批的人潮 来到池云山祭市 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吉安乡公所今年清明节 改采人数分流、中午加班开放 还有拉长齐程的方式 让民众分批祭祖 减少群聚感染的风险 吉安乡公所为了在防疫 分流我们的乡亲祭拜时间 我们制定了一个隆重的祭仪 由乡公所的主管 跟我们的代表村长们 来代表祭祀 也就不令通知所有的 这个乡亲好朋友 但是从2月26号一直到4月4号 我们准备好给我们的乡亲 分流来祭拜 我们也搭好了帐篷 做好了我们的祭拜台 来随时提供乡亲 甚至于是中午的午休时间 我们都取消午休 来提供给我们上帮族的乡亲 来进行祭拜的活动 希望我们在缅怀我们先祖的时候 付出我们的感恩的时候 能够非常的平安顺利 也开启了我们节恩乡 自信多元服务 为乡亲来做好 这样的一个祭祖的 清明扫墓的圆满 除了防疫工作 乡公所也加强了 绿美化还有环境整理 要让民众可以感受到 舒适清洁的祭祖环境 乡公所也强调 怀恩堂室内室外 每天都会进行消毒 现场还有防疫酒精 民众入内一定要戴口罩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共同来维护自身的健康 借旅会节相报导